你们知道斐济这个国家吗 斐济其实是南太平洋的一个岛国 而在国际上 这个国家叫做斐济共和国 它最近的邻居是西部的瓦努阿图 西南边是新克里多尼亚 东南那边是新西兰克马德克群岛 东部的国家是我们之前介绍的汤家 斐济一共有三种语言 除了官方语言是斐济语外 党内人还会说英语还有斐济印第语 截止到目前斐济一共有将近90万人 而它的陆地面积却很小 只有1.8万平方公里 是一个弹丸效果 接着就让邱哥带你们来详细了解了解 斐济是一个拥有着300多个岛屿的群岛 其中大多数都是无人居住的岛屿 只有100多个小岛有长期居住的居民 瓦松是斐济的首都 位于维梯岛的东南海岸 是这个国家最大的城市 而且是大洋洲最国际化的城市之一 斐济大部分地形都是山谷 这些山谷里面有很多的休眠火山 也有一些是石灰岩组成的 斐济还有6个国家公园 西加图卡查丘国家公园 是斐济的第一个国家公园 也是一个独特的自然保护和文化遗产 成立于1987年 位于苏维梯岛的河口 除了这个还有布马国家遗产公园 它占的面积为150平方公里 里面有热带雨林以及沿海森林 这个公园还有三个供游客游览的瀑布 每个瀑布都有天然的游泳池 夏天经常有游客在那里游泳 也是一个居家旅游的好地方 斐济拥有丰富的矿产 游业以及森林资源 它还是太平洋地区最发达的经济体之一 制塘业占了该国工业的三分之一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斐济这个国家 旅游业也慢慢成为了主要外汇来源 它们的传统食品非常绿色健康 当地人主要是以红薯芋头为主食 鱼都是每餐必不可照地 斐济属于是热带海洋气候 全年非常温暖 每年的4月到11月都是如此 而微风吹过凉爽的季节 是从5月持续到10月 全年的平均气温为22度 斐济岛是鸟类爱好者的天堂 因为那里有非常多的珍稀鸟类 它们可以花上无数时间探索岛上 也可以拿着望远镜到处观赏这些鸟类 斐济还有30种爬行动物 其中12种是地方性的 比如冠列西 这种动物是别的地方很难看到的 所以每年约有25万名游客 前往这些岛屿 只为瞅瞅它们 斐济这个国家的法定货币是斐济源 但是它们有的时候也交出邻国的货币 国家的代表运动是橄榄球 而且它们的橄榄球特别强 在世界上也稍有名气 斐济在整个大洋洲上 地理位置相对来说非常好了 横跨东西两个半球 是南太平洋地区的交通要道 也是国际上很多航线的必经之地 所以别小看这个国家 斐济有哪些不知道的冷知识 这个国家是有很多岛屿组成的 在这300多个岛之中 有大半都没人居住 而且在这之前 它们被人叫做食人岛 不过现在这些岛民都从凉了 斐济人非常时尚 全国70%的女性都穿花裙子 而且头发还能根据年龄段 变化不同的颜色 这可比我们染头发强多了 不过他们这个国家是以胖为美的 谁捅要 一肩大象腿才是有钱人的将争 所以斐济人都偏胖 那些大爷大妈们下公交车都要侧着想 不然会被卡在门上 除此之外 斐济很多民族都有举行成人礼的习俗 各个民族的方式也不一样 比如说有的民族举行成人礼的时候 要经过蚂蚁啃咬 这些奇俗奇奇怪怪的 但都是它们一直流传下来的 所以就无可厚非 在斐济也有给小飞的习惯 但给不给是全靠最安的 给小飞还有个习俗 那就是你主动给小飞的话 是不能给硬币的 因为这样当地人觉得 你对它的服务不满意 不尊重它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麻烦各位看官 用你发起的小手赶来个点赞 关注呗 咱们下期再见